中美的角力大戰 中國為了要反制美國 它祭出了限制稀有金屬出口 這個目標就是加根者 出口禁令在8月1號就會正式生效 到底加根者這兩個金屬 怎麼樣的重要嗎 它跟稀土有沒有什麼差別 我們看一下 美國很多的高頻寬的雷達武器 都需要加根者的元素來應用 甚至一旦拿不到這兩個金屬 可能讓美國的黑科技武器 未來會通通的完蛋嗎 為什麼韋漢哥 今天起加根者最近的價格 在市面上也大高速的攀升 主要是因為8月1號開始 這個禁令要正式生效 加根者大家過去很陌生 到底是拿來幹什麼的 好 我先簡單跟大家報告一下 加根者中國大陸宣布 8月1號就過沒幾天 馬上要實施它的這個所謂的禁令 也就是你賣出去之後 它最後使用在什麼產品身上 在哪一個國家 在哪一個地點 你必須講得太清楚 所以當它的禁令一出來 不是說完全不賣 可是它可能限制了很多國家取得 這個時候大家就緊張了 因為能夠掌握籃盤球的人 就掌握了球賽的勝負 能夠掌握稀有金屬跟稀土 等一下跟你講稀土 就能掌握未來的50年到100年 很簡單 中國大陸它現在把加根者給禁令之後 我們需要跟大家講會有什麼影響 誰需要家 誰需要者 你我可能不需要 但是軍事用途非常需要 所以現在美國的國防部 都在喊救命啊 但是當然美國要穩住啊 它自己也有 稀土也好 稀有金屬它也有 但是中國大陸的出口比它更多 加根者中國大陸就全世界出口 在80%以上 而美國對它的需求是53% 所以表示美國自己有一定的一個需求 但是它有自己的產量 可是它還是超過一半 是來自中國大陸 如果中國大陸不賣給它的話 那它很多的高端的國防武器 將可能倒退20年的水準 大家知道20年前波安戰爭 當時都沒有這些熱像儀啦 它是當時靠GPS就很厲害了 可是加根者它會在什麼地方 造成嚴重的影響呢 第一個 美國的神盾雷達 裡面的雙頻雷達的系統 它其實就需要用到氮化加 所以就是加 那它所承受的這個電壓跟電流 是深化加的兩倍以上 所以需要氮化加 而且就是加 那如果一旦沒有的話 你看熱傳導效果差7倍 它的整個神盾雷達 效果可能就要打折扣 所以我說加非常重要 另外呢 熱成像儀裡面 所用到的這個鏡頭 我們現在都用熱像儀啊 雖然很愛 可是怎麼打那麼準 因為只要有熱 它就能用熱像儀去掌握 所以這個情況呢 也是一樣 它也需要用到 褶透過這個鏡像成為關鍵的這個零件 所以呢 加根褶 你看 這是高端的國防武器 你我用不到啊 對 導播現在給大家看這個畫面有沒有 這是會用褶來做鏡頭 按摩摩 但是它就打很準 一打過去 哇 對不對 整個小隊都被殲滅了 為什麼 因為它有褶 所以它就可以弄到熱像儀 有熱像儀的話 美軍就可以無間不摧 一旦加根者被中國道路給限制出口之後 美國的國防武器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因為中國道路講 八月號開始要進行的禁令之後呢 現在馬上它的這個 直接就坐地起架了 你可以看出來 這個東西呢 是歐美市場對加的這個出口的價格 現在為止呢 到7月20號 因為聽說它八月號要禁令以後 已經上漲18% 有沒有 整個往上衝啊 因為以後物以稀為貴啊 中國道路要是只有說 叫你講講來源的話 那就算了 如果到時候它真的禁令的話 完蛋了 我們現在不但以後無法取得 現在目前市場上的價 大家搶著要 美國也在收購 加拿大什麼 你就賣回給我好了 我們都需要 然後另外呢 比利時的優美科 它的股價 因為它跟相關產品有關 立刻上漲8.82% 所以歐美的替代財的商的股價 因為你知道加根者 它相關如果一旦斷貨的話 這些替代財的股價往上衝 就知道說大家對於加根者 一旦真的在市場上慢慢的減少的時候 它對全世界的軍武商會產生多大的影響 的確不只是比利時的加根者的相關廠商股價大長 今天在台股當中 也有做生化加淡化價的廠商股價 就因為這個訊息的關係 一口氣直接就漲停板 我要跟剛才講到 美國這幾年來 軍事武器突飛猛進的發展 跟稀土原料有非常大的關係 美國一年大約進口2.25美元的加 當中大部分都是生化價的金元 2018到2021年美國大約53%都來自於中國大陸 一旦中國不給它的話 完蛋了 不管是武器有影響 很多高端的消費電子產品 也是需要用這些生化加或淡化加的 它的收發的功能很強勁 會不會受到未來 連美國消費電子都受到衝擊呢 有待觀察 可是瓦恩哥 美國你說它自己有做對不對 但是它開採的數量 或是沒有像中國大陸這麼多 難道它沒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可以來做選擇 好 我先跟大家講 美國本身它也是低大物博 但是美國的習慣都是 自己本國有的這些稀有金屬 甚至石油 它都不會一下子把它開採殆盡 它先去買其他國家的 像什麼 石油 美國也有石油 它去買中東的 所以以前1992年的時候 鄧小平曾經講過一句話 中東有石油 中國有稀土 稀土更加珍貴 剛剛加根者 基本上明君它只是小菜而已 因為中國大陸不是只有掌握加根者 它掌握了13項的稀有金屬 你看 從家 污 蜜 稀土有沒有 凡 者 天然 石墨這些東西 13項的稀有金屬 都是中國大陸它所掌握 都是龍頭的 那它現在只有加根者 禁運大概就出來了對不對 它以後如果13項通通講說 我這只有中國要用的話 是不是我講的 未來50年 100年 中國大陸會不會成為 世界唯一的強頭呢 就是重點在這裡了 那你要知道 加根者之外 觀眾朋友你要知道 現在目前的稀土才是全世界 最擔心中國不出口的 用這兩張圖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明君你看 2022年就去年 全世界的稀土產量 中國大陸在這裡 其他有誰跟它一樣 完全沒有 只有美國在這裡有沒有看到 美國也有產稀土 但其他的 你看像越南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越南根本就沒有生產 你把它劃進來幹嘛 我等一下告訴你答案 中國大陸2022年 全世界的稀土就它產最多 所以需要稀土包含很多高科系 都需要稀土的情況之下 你就要跟中國買 那中國如果跟剛剛加根者 我說這是前菜 最後主菜上稀土 稀土我也禁運 那你就完蛋了 真的就沒辦法了 為什麼 因為有些國家有產稀土 但是它沒有加工的能力 所以它目前產不出來 越南就是一粒 因為中國大陸在2006年的時候 產了這麼多的稀土 另外俄羅斯一點點 印度 澳大利亞 美國它是第二名 所以美國自己也產 美國永遠是這樣 它不會把它盡量全面的開採 可是它需要的東西 它自己產 然後另外再跟大家買 來 觀眾朋友 同樣是2022年 這張圖跟剛剛這個完全不同 是不是 這是稀土的除量 也就是本身有稀土的 越南 注意看 是全世界第二名 對 可是它這邊的產量 卻是掛零 它現在沒有技術 它根本沒有生產 稀土 觀眾朋友 不是挖到就可以用 它需要加工以後才拿來使用 對不對 所以越南就是有廣大的稀土 可是它沒有能力做 而且它需要很高的生產成本 所以你就看到了 越南現在目前並沒有 這個稀土的產量對不對 可是它有稀土的存量 那接下來俄羅斯 巴西 跟印度 澳大利亞有沒有 所以美國其實 稀土的存量並不多 可是它生產的量 是全世界第二 而全世界真正儲量第二的是越南 好 那我就問到這個問題的明君 既然你知道 越南有稀土 可是它沒有能力開採 有一天如果中文 當然不賣我的話 我是美國怎麼辦 我一定要幫他 幫他開採 這樣賣給我 我趕快跟越南 手牽手好朋友 以後我跟他 變成是同盟的時候 我來幫你開採 你看看有沒有看到 葉倫現在做什麼 他跑去越南 華爾街日報講說 美國現在直接 要深入中國的後越南 拉攏越南 很簡單 越南不是只有越南 越南後面兩個括號叫做 世界稀土的第二大儲量國 所以今年四月 布林肯訪越南 然後六月之後 雷根號航空母艦 也去他的縣港 在越南外面 我們美國可以跟越南合作 然後七月 葉倫也去看越南的總理 犯明證對不對 所以就在這裡了 今天的關鍵就在這個 當越南擁有全世界 第二大的稀土存量的時候 美國要緊抓越南 因為他保準沒有哪一天 中國大陸開始不出口 稀土的時候 美國就得靠越南幫他的忙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 武器希望王 真相不漏網